我 殿下 顾小姐免礼 约我到此 不知所为何事 是婉娘唐吐了 贸然相约 实为婉娘惶恐万分 婉娘知道 殿下与崔小姐 早已有白手之约 万万没料到 陛下 竟然指明提及婉娘 婉娘也不知道 陛下为何忽悠此意 若殿下允许 婉娘可请家父带上奏书 就说婉娘身子不好 不是婚配 婉娘 自愿出家为道 顾小姐多虑了 怎能因为陛下的一句细言 便耽误了你的终身呢 可人都说 均无细言 婉娘实在不愿 殿下因婉娘的缘故 耽误了与崔小姐的姻缘 或与崔小姐生了嫌喜 婉娘真的自愿出家为道 真的没什么事 你放心 阿英与我 绝对不会因为他人而生了嫌喜 是 多谢崔小姐来看我们娘娘 娘娘她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 从前在宫中 自不必多说了 自从接回了太 接回了玄泽 娘娘的脸上才有了笑意 崔小姐来看望她 她的眼中也有了神采 真是难为崔小姐 每句话都能说在娘娘的心坎上 本来也是不好意思 来打扰真人的清修 但是一想到 其实玄泽 还是个孩子 真人这么多年 心力交瘁 实在不易 所以就想常来看看 不要嫌我过躁才好了 哪里 锦娘自是整日盼望着您能来 娘娘她虽然嘴上不说 但是心里也是盼着您来的 阿盈 殿下来接崔小姐了 那就说锦娘夺揽不远送了 真人那儿之后要是缺什么 随时到府上来找我 或者桃子都行 好 好 选择还好吗 挺好的 你怎么不去看看她 小孩子心思敏感 她又一直颠沛流离 才刚到这里 我怕我去看她 反倒令她困扰 不会的 韩将军把她教得很好 萧妃娘娘也把她照顾得很好呢 是不是有些屈指她了 你这个人 又怕拘着她 又怕她困扰 自己又不去看她 到底怎么样才好 小姐 那是不是殿下和崔小姐 等等 我怎么感觉 咱们刚刚说的这番话 是不是有些不对啊 言父慈母 我怎么感觉我变成慈母 你却是个言父呢 我呢 处处在为孩子开脱 你呢 干脆利索 谁跟你言父慈母 我看你倒是讨打得寒 讨 上车